太香了吧 如果说我是不是说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就在流着口水是吧 怎么也以为是果灰飘里边 说那个卧面感觉比黑面好新鲜 平常爱吃汉帮菜吗 正式的场合吃的比较多 咱们说那种大院大多那种是吧 宴请 宴请 那种比较多 这种单是在路边或者说一种小店的群世表现得多 这个小黄鱼不错 小黄鱼 这一只刚上来感觉就剩个鱼头了是吧 他跟我们平常吃那个饭店的那种杭帮菜有趣 比那个小一些吧 个头小一点 个头小一点 唯一多点就是这个雪菜 大部分的这个酒店 小黄鱼就是小黄鱼 清蒸呀 简单烧制一下 烧制一下 那些配菜的人可以烧 他一加了这个雪菜之后 这个味道很特别感觉 有咸香的口 小香的口味 而且鲜味也立马 跟之前的那个要更明显一些 小黄鱼形成薄片 下油锅 建成金黄色 不同于常规炖煮和清蒸 小黄鱼先煎 锁住内部水分 同时让鱼皮更酥脆 但是能让小黄鱼入味好吃的关键 竟然是靠常见的雪菜 雪菜这个东西呢 它本身它是比较体味的 它又把鱼腥味给它压住 这是您自创的 还是老家也是这样做的 接近了一个您部的那个雪菜 大黄鱼的做法 大黄鱼的做法 你把它改成小黄鱼了 这是梅菜 梅菜 好刺激豆 我们以为是果粿飘里面 反正这个按摆盘的话 都不成 但是吃的味道都不错 味道都不错 摆盘都不行 因为我之前在杭州待过好多年 刚好味道整了之后 就一直想寻找一些杭州味道 就发现这家店 原来点的就是汉船 汉船还有东坡肉 因为这两样它是杭州代表性的美食 感觉吃的话能够尝到杭州它们那些味道 你看有点肥 但是肥而不腻 堂堂菜吧一般都是以甜咸 稍微发甜一点 也增加点鲜味 这一块来多少钱 15 它这个15块钱个头算大吗 挺大的吧 这都吃了一点 作为小馆子 好吃 只是它微不足道的优点 实惠才是特色 15块钱一大块肉 再配上一碗米饭 淋上肉汤 评价美食也能带来满足享受 它这个是什么面 握面 跟咱平常吃的面条有区别吗 现在比较香 虾膜 还有鸡蛋 还有一些再浓肉 的确跟咱平常吃的面条不太一样 你心里这碗面条 跟咱的烩面比哪个更香啊 蛤 蛤 烩面 烩面也经常吃 感觉比烩面好吃 这个咱本地人能吃得惯吗 还可以 一碗这个海鲜面 相当实惠 它味道做得相当不错 如果能让河南人觉得 比烩面更好吃 绝对是很高的评价 手工握面 靠木耳海鲜和鸡蛋提味增香 再加入手工面条 一碗汤浓面香的面条 足以征服北方人的味蕾 今天我们点了几个菜 这个雪菜的小黄鱼 还有梅干菜炒四鸡豆 还有卧面 还有这东坡肉 算是三个菜加一个主食 我对哪个最感兴趣 肉 太香了吧 如果说 我是不是说这句话说 感觉就在流着口水是吧 就是自己整进来 用的汁 自己淋到米饭上 就一块一块自己分割 很酥的很酥的 味道它其实是带点甜味的 可能我们说东坡肉好吃不好吃 一个是口感 它不能让你觉得呜呜挂嘴 第二个是味道 它是一种咸甜口在里面的 而且汁水能让你嘴里觉得很充盈 拌着米饭吃 越嚼越香 越咬越香 吃到皮的时候也不当紧 很有韧劲 第二道菜 尝尝食客比较推荐的 它加雪菜小黄鱼 肉里面是比较白嫩的 口味还真是不一样 你本身吃这个烧制黄鱼的 有的是喜欢带点甜口 有的是带点辣口 它是带有那种咸口的 吃这雪菜 它本身带这个咸味 咸香的口 让您觉得更鲜一点 这个面就是咱们说的南方的面食 有的时候我们说沿海的城市 家里会喜欢孤独个面条 他们本地特色的那种 其实来说的话这个面条 单独来吃的有点像咱们吃那个糊涂面 砸面条那感觉比较挂汁 这个汤汁来说的话比较粘稠一点 还是这个香味很足的